郑可呢是有过在少林寺习武的经历 塔哥五孝 曾入选北京散打队 十年磨一剑 打造成一副蒸蒸铁骨 现在改打职业泰拳 今天呢他强劲的对手 号称是目前泰拳最硬的男人 对 兴当 兴当外号黑狮子 他来自泰国东北伊森地区 那个地方接近辽国 那个地方人种是泰国特别能打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他今天是由谁带来的 他由波帕姆带来的 波帕姆是谁呢 波帕姆是波球的前老板 就像去年波球迁到了昆仑爵一样 今天我们看到兴当成长的泰拳王 当然他这个经历也是一波三折 那兴当呢目前就潜到了杨建平的麾下了 今年杨建平会给他十堂比赛来打 那我们再介绍一下兴当 兴当从十岁开始打比赛 他过去加入的都是一个叫做 那个加募告这个九号九号的一个拳馆 就是地名 那他们拳馆很好找 那在2007年呢他也打败过姜同猜 所以我们认识的一些高手 其实都输给我们这位新当 然后呢新当这辈子输给一个人输给六次 叫做no more的这个人输给他六次 真的是很夸张 那么再从数据上来分析 我们的新当打了三百多场比赛 其实他只有五次KO的记录 所以今天我们的政客不用怕 好好地打 打出他自己 尤其 尤其哦 我们在新当去年打了五场比赛 输了四场 一次被KO 所以趁着他状况下滑的时候 好好的打败他 新当的腿 新当的拳 都是新当当的 他伦平尼年度最佳的拳手 多年来他一直在泰国的伦平尼拳场 披荆斩绩 拿过126 130到135 5棒的金腰带 可以说在泰拳界呢 也是所向披靡 还找不到真正的对手 然后郑可他过去也赢过 刚刚我们出场的朱帅 所以他实力是不错的 那么也希望啊 新当加入了这个全新时代之后啊 经过了这边的帮他调整之后 今年状况会好一点 恢复他过去的巅峰的状态 好 我们看到郑可呢 在防守的姿态上有点紧 感觉呢就是小心翼翼 对 因为新当那只腿还是很硬啊 新当呢也是 击败过泰拳里面的左腿天王 对 省过 我们刚才讲啊 好几个手臂终结者啊 那都是 我们的新当就是第二位啊 待会还有一位手臂终结者 我们跟这些人打 我们的手臂都要特别小心 郑可顶固了 对 新当刚刚的拳也不错 郑可今天等顶固了 至少在第一回合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给新当太多的机会 那新当在这场比赛也是火力全开啊 可能因为啊 老板波帕姆来了 所以要表现好一点 接完 后的中拳 要小心啊 张成龙当时就是被他的 左腿扫 扫到手肘 现在这个 正可呢一定要小心他的 左右腿 好 第一回合呢 没有给新当太多的机会 我们再来看一下 新当的几乎动作 他的腿扫了以后 马上一个中扫之后 紧跟着就是一个组合拳 那泰式的腿法就是霸道 他也不怕你接腿 你要接就给你接 对 song 自毫不会躲 他这个 这个几乎体系这一块呢 看上去 攻顶特别的大 你看这个 我们的新当柜着啊 柜在拳台上 听我们的波帕姆的指示 主持人 干脆郑可也不怕 你放出来打 郑可 郑可今年24岁 兴当已经31了 是吧 发 发 所以在日后 在日后波帕姆会带更多泰国的好手来 全新时代擂台上面来 这个兴当呢 也是想最高境界 就是我怎么KO了你 对 就找这样的机会 郑可呢 干脆这样的心态 反正我可以跟你打 实际上也是一场真正的意义上的实战 跟你这样的高手过招 对 肯定会出现一些突飞猛进的进步 郑可也比较聪明啊 就是把对方的脚拨掉 没有用手臂来硬打 对 用手拨他 对 拨掉 刚才有几个动作 用前手拨 这才是对的 不要用你的小臂去吃不住啦 对方的腿太硬啦 我们待会再看一下喔 用前手的掌 把对方的腿拨掉 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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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身太近了 我们的正可都是用前手来拨 这样就对了 就可以化解心当的后脚扫踢的一个威力 可是你开始 开始拨我的腿我就用拳啊 兴当到现在还没打出这个极度兴奋的 还没被激怒 留了几分功力 不过还是很恐怖的 他在等待的正可出现知名的失误或者破绽 那正可的后手拳还不敢把他丢出去啊 正可有所保留啊 现在局面是被整个兴当给控制住了 哇 他认为已经水节战斗了 穿过报架 是不是 很可能是TKO 哇 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OK 好的 勇敢的正可 正可就会这样败在兴当的脚下吗 不会的 年轻的小将 对 要要坚持 要撑过 撑过这一回 对 一样用了前手去拨就对了 现在他进行这个调整 对 在拼命的进行调整 努力的克制着自己 现在兴当呢也没有什么太致命的 还有30秒要撑过去 通过移动 先躲一躲 对 不要给他硬碰硬的这样的机会 往你自己的右手边跑 好的 终止比赛 第二回合 是终止比赛还是第二个 应该是裁判判定 裁判判定 直接保护选手终止比赛 比赛结束了 由台下的裁判长决定的 我们也没做这个详尽的技术统计 但是呢 兴当这样的选手 在和张昌龙教练过程当中 他的腿法 腿积出现了29次 腿法有效打击21次 腿法命中率达到72% 全法出击了13次 有效打击6次 全法命中率达到46% 2分18秒 TKO获撤 来泰国兴当 兴当呢 游戏无能武术结尾主席 哇 齐兴当在全新时代 连续拿下两场的TKO 技术用这个技术KO的方式 获得了本场的胜利 重箭无锋 大盗质简 所以泰国最硬男人兴当 还没有使出全面的功力 施展他的西法绝技 拿